他說AVC租1都在同一個平面上 B租C租 評分 反正全部是不是都是角平分線 應該講B租是ABC的角平分線 那BE這一個呢 是租BC的角平分線 所以你現在已經知道說 如果我把這裡稱為A 這裡就稱為A 那上面這裡就稱為2A 這裡如果稱為B 這裡稱為B 這裡就叫2B 好圈圈叉叉也可以齁 只是有時候我會用A 因為我等一下要寫代數 再來角A幾度 660 然後我要求B租C加BEC 那我先去思考一下 反正左邊是4A 右邊是4B 你知道4個A加4個B 再加上那個60度 對180 那不加那個60度不就是120嗎 所以1A加1B 多少 1A加1B就除以4 不就30度嗎 對 OK 再來 我們看一下 藍色的角BEC這裡怎麼算 三角形BEC就是1A加1B 加上角BEC 所以 我的角BEC 就直接用180 是不是減掉AB 嗯 所以答案就等於 100 第一個搞定 再來 V租C這個角呢 V租C 這裡是幾A 好 我們現在的眼睛是看到這個三角形裡面的 所以這裡幾A 2A 這個幾B 2B 對 你一點不要管他囉 所以角V租C 角租怎麼算 角租不就是用180扣掉兩個A兩個B嗎 好 所以角V租C 就等於180 扣掉2A2B幾 180 1A1B30 2A2B幾 60 60 所以扣掉60 所以答案等於120 所以答案兩個加起來就等於270度 OK 270度 謝謝 謝謝